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来看《铁撒农迦前书2章18节》 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 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 注意啰 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 今天我们要看阻挡 阻挡这个字叫做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条的道路好像已经坑坑洞洞 下雨下太大了 已经出现了坑洞 这个土石流把这个道路给挡住 所以这个的阻挡是一个 这条的路是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 被阻塞住 桥被冲掉了 所以已经不可能过去了 但是在这边保罗形容这个是要鼓励我们 就是我们常常在主的旨意里头 我们发现了好像有一个极大的阻挡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开始放弃 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保罗他的生命当中 虽然有阻挡 但是他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前进 代表一样的事情 在这边的一个极大的鼓励是什么 就是不要放弃 故事没有结束 你以为你的故事已经要结束了 No 这个的故事才正在开始 正在进入到兴奋的时候 所以在这边的阻挡是要干嘛呢 是让你要能够看见到上帝的大能 要在这时候能够出现 要让你能够看见到上帝的作文 所以我要祝福大家 每一次的拦阻 都会有神的恩恶在 每日一次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